Hello Hello 哥姐 我是满翠珠宝主播思思 今天的话我们在万星龙这边带大家逛一下市场 像是旁边的这个档口的货 老板的话货品做的会比较很纯面 比如说像木纳老蓝水的这样子的一个山水盘 是吧 然后呢 然后像这种红黄匪的一个关公 所以说料子品种的话会比较多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品安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是吧 这个冰乌鸡的话品安扣也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说什么东西都是要看它的种水 不是说乌鸡就不值钱 如果说一个乌鸡能到达这种种水的话 也实在是非常了不起 然后呢 像这种价格肯定是不菲的 刚才问了一下老板说开价是要三万块钱 它品质是很高 就是厚度不是很厚 大家应该能感觉出来厚度不是很厚 差不多应该只有4.5的一个厚度 没有到6啊 没有到6 这只是是木测的一个厚度 你们可以借一下灯光看一下它的一个种水 那现在是是手上拿的这个是一个纸胶的一个浅浮雕的一个书工 它是一个 雕的是一个观工的题材 所以说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直播间里面有很多比较完美的料子 都是做书工 因为料子太完美的多多雕一点都感觉非常浪费料子 都是尽量的去保料子你看像人家这么好的料子照样是做这种工艺 书工的话在我们业界的话它是无可厚非的 它的工底它展现出来的美感不是什么都能代替的啊 嗯 大家就是一旦回去收了很多年以后你们慢慢的会喜欢这种大到自己的一个工艺 特别漂亮特别大方这种的话我相信搁带起来的话肯定是非常霸气的